3月23号上午,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在内的21支医疗队的代表 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护一起,在东院区共同栽下了一片感恩灵 以此见证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与各医疗队在抗疫期间结下的深厚战斗友谊 李兰娟院士亲手种下桂花树 同心协力,赎你最好,聊表寸心,于战于勇,遮风党雨,护你周全 树上的口号都是每个医疗队员在这段时间里最想表达的心声 活动现场,李兰娟院士在回应记者希望她能多休息一下的请求时表示 能够为抗击疫情,能够为挽救病人生命做出一点贡献,这是最大的快乐 李兰娟说,中国面临的境外输入病例防控任务非常艰巨,这需要我们继续加大努力,毫不放松,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在其他城市蔓延 上青年以后,因为毕竟原来是这么严重的感染,违不过还有少数的漏网,需要高度重视,防止它死回复人 国外这个疫情在不断地上升,所以我们国际交流那么广泛,所以国外的疫情还随时都在收入我们国内 所以我们要连防死守,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还需要我们大家继续加大努力防止疫情 截至3月22号,五大人民医院东院区累计收治新冠肺炎患者1517人,转出轻症253人,829人置于出院 近期,随着疫情防控调整,来自黑龙江、重庆、江苏、福建、江西等8支医疗队被安排至五大人民医院东院接力救治任务